財政私思想陳茂波說 因應一次性舒緩措施和防疫抗疫開支 預計下一年度會出現赤字 但之後四個財政年度就會錄得盈餘 他說要維持穩健的公共財政 需要開拓新增長點以提高收入 但考慮到第五波疫情 暫時不會調整利得稅和伸縫稅稅率 但建議分階段落實改革猜響制度 包括引入雷進制 我們建議日後住宅物業的猜響寬減 僅限合資格並且是自然人的業主 就名下一個住宅物業申請寬減 以2022、23年度的猜響寬減上限作為參照 新的安排可以讓政府在日後 推行一次性猜響寬減措施的時候 節省大概31億元 第二就住宅物業引入雷進猜響制度 建議英科稅猜響 租值是55萬元或以下的住宅物業 它的猜響一如現時 按租值5%徵收並不改變 英科稅猜響租值超過55萬元的住宅物業 則建議首55萬元同樣按5%徵收猜響 其後的25萬元的租值就按8%徵收 超出80萬元的租值會按12%徵收 預計大概42,000個住宅物業受影響 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大概7億6千萬元 陳茂波又說會在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 以落實全球最低實際稅率的規定 向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徵收本地最低補足稅 粗略估算補足稅每年涉及150億元 總結2021至2022年度的修訂預算 由於地價和利得稅收入較如期多 政府收入增加至6827億元 較原來預算高15.5% 而開支就收訂為6,990億元 總結來說 我預計2021年度的盈餘是189億元 財政儲備在2022年3月31日 預計是9,467億元 預計在2027年3月底 財政儲備是10646億元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28.9% 或者是16個月的政府開支 安排至2022年3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